老师说 打他一个蚊 然后他愣了 干嘛打他 然后再打他 然后他就自然的反应要打回去 就是对了 那就对了 就是你不要去想 你要当时打你一下的时候 那个感觉你要说出来 你要反应出来 所以就第二次的时候 再打你一下 你马上想要打过去 这才是你真正的第一反应 今天星期一又下了雨 现在偶尔飘一点点小雨 小雨滴 也比上周要凉一点 哎呀 今年真的是天气大反常了 今天都已经是5月1号 5月份了 还有雨下 这个完全不是洛杉矶的正常的天气 星期一上课 上个礼拜三收到了一个挺大的一个电视剧的一个audition ABC的General Hospital 哇 当时看到就很兴奋 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大概有一个多星期都没有audition 然后也说是因为编剧协会工会在罢工之类的有一些影响 因为Agent这边给我们发的audition都是主流的广告和电视剧什么的 所以这些的话跟编剧的工会是有些关系的 如果是学生的话应该没有影响 这个罢工的话没有对他们产生影响 那当时还正在琢磨说 哎呀 这没有audition 那天正在上课看看看看就看到了这个audition的信息发过来 然后接着星期三开始就开始准备了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五的话把这些就是声词啊什么的东西就是查好了准备好了 这场戏的话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不是什么问题 但对我来说就像上回我面试一个audition一个医生的那个有点像 医生那个角色的话上面很多术语就特别拗口特别难说 然后这个律师的话一个是他的身份的这种形象啊 还有就是他用的一些词也是比较那种法庭上的一些相对来说 比较正式一点的说法 所以的话我就算会念念起来也觉得怪怪的 然后星期五就在念 然后我觉得还没有准备好 然后星期六就把它背的差不多 然后开始能顺一点 然后开始录星期六也录了 如果觉得啊 录完之后还发给朋友啊同学看 看完之后又给了一些建议 然后我星期天又继续录 我基本上星期六星期天就基本上差不多用了 基本上每两天的两个整天 因为我大概从九点钟开始一直就到 啊下午啊三四点四五点 呃就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然后最后就我已经就是其实知道再再改进的话 怎么去改进 然后啊因为有同学他们给我建议嘛 那些地方那些地方都很诚恳的 都很诚恳的一些建议 所以我都知道怎么去改进 但是已经就是已经很难focus了 就是或者说我已经到了极限了 就是说我这个能力已经到达了 我再好的话也是那个就已经很疲惫了 就是很难做好了 所以后最后我是基本放弃 我是用了那个星期天中午完成的那一版 然后下午再试了很多个都觉得还是不如之前的 啊然后Agent的话 它是在我星期六那一版就跟我 好像跟我啊对是星期日星期天的上午的那一版 他就跟我说他说OK了你可以发出去了 嗯我说你我还有时间你你再给我建议 他说没问题你就发出去吧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态 可能他觉得反正嗯知道我平时的水平 然后觉得你你也不不太可能做到更好了 不要浪费时间 他呃就就让我有点意外 因为对我来说我如果我是Agent的话 我觉得反正也不用我出力 你就再试呗 也许更好那就用更好的 不好那就用现在这个 这次是动用了很多同学朋友 呃两个朋友三个同学都在帮我 呵呵 OK不管怎么样 反正练了这么多肯定是对我是有帮助的 然后呃那这次就不去想他已经发出去了 也不去考虑他也不去管他怎么样 那之后的话肯定会对之后有些帮助 因为毕竟练了这么多嘛 后面会下一次可能会做得更好 谢谢 Any other witnesses Mr. Sheridan Your Honor I would like it noted for the record that while the DA questioned the veracity of what my client said he refuses to recall the witness So noted It's also within my discretion to call witnesses I feel are pertinent Should this case go to trial the defendants may be found the guilty of a crime 啊 啊 今天主要做的都是这个 thing的 啊 Back and forth 啊 有些同学做得快一点就是 已经进入到了就是 因为他们每一句接的都很快很快很快 就是这个词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 已经就是超过百分之一百的这种狩猎 然后那就进入了这种就是来先repeat 先在开始之前先repeat repeat get connected 就因为你要去观察对方说出对方的behavior 这样才能啊 两个人才能建立这种connection嘛 这里connection之后就开始第一句词 然后慢慢进入 进入之后 你就还是不要去着重在表演上 还是这种着重在去看对方的反应 然后两个人达到在同一个频率上吧 这样的一个共鸣 或者同拍同一个节奏上面 有个别的同学就是他在想这个表演 或者说他自己说着说着就进入了这个角色 然后有这种情感很带入进去 然后但是他就没有注意到对方的反应 其实这一点来说让我感觉就是让我的理解就是一场戏里面可以有一百种或者说是更多的方式去演出来 去表现出来不能说演太单一了表现出来 同样表达那个情感那个意思 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两个演员 相互的演员之间有那种同步和这种共同在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这样那种推进这种 让观众看起来他们真的就是在做那件事 所以的话老师说到就是不是表演 是做 doing 就是好的好的戏是doing不是acting 还有就是他说你说你所有的词啊所有的东西都要从这里从心里出来 而不是从当脑你想着怎么样 就这句话你觉得要怎么样去说啊这样去说 而是从对方的反应里面去自然的反应 他说他当时在上那个Stanford Meisner的课的时候 他说那个老师说打他一个光 然后他愣了 哎干嘛打他 然后再打他 然后他就自然的反应要打回去 这是对了那就对了 就是你不要去想 你要当时打你一下的时候 那个感觉你要说出来 你要反应出来 所以就第二次的时候再打你一下 你马上想要打过去 这才是你真正的第一反应 而不是说你在想考虑想了那么多 这个就是Mindsner在这个里面的一个重点 虽然将来的演的剧本是可能是需要你去消化 去process这个对方的一句话或一个反应的 但是现在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就是你要做出来这样的话整个过程是真的 以后你在放慢的时候你也能知道你还是在做 而不是在设计好的去表演 OK 这就是今天说了很多 本来我说的不是好总结 但是刚才这么一说我也把它捋的捋顺了 那最后是我上台跟同学练 因为昨天一直没有怎么练这个 然后是在练那个audition嘛 所以我昨天是做的不太好跟同学在我通过视频 那今天上来的时候 我还来之前来的时候路上不是练了吗 然后后来上台之后还可以 老师又给了我一些鼓励表扬我了 我说哎呀其实我知道他在鼓励我 就因为他知道我有各种就是差距嘛 就是语言上啊各种方面 或者说是比较没有那么主动啊之类的 但是他都鼓励我 然后说我现在很痛苦 我在面临挣扎 我在面临挑战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所有的行为我都在压抑着 就是因为我想了太多 想了太多之后我没有做 他说没有 他说你做得很好 你在做 你有进步 你很大的进步 真的 等等 等等 我知道 有时候也要就是说知道 怎么去从一个鼓励和一个夸奖的话里面 去得到真正的动力 而不是说被这些话给弄晕了 很容易的 因为有时候太多 你是太需要鼓励和这种夸奖了 但是夸奖和鼓励真的 如果没有变成是一个动力的话 那真的是没有用 会把你给宠坏 或者说是让你觉得你真的还不错 反正我觉得我跟他跟老师也说 我说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距离那个我想要到的目标还太远 OK 下个礼拜三再见 下个礼拜三上完课 还要去一个audition 拜拜 拜拜 此 assistir 我侮输留 我侮输了 千千千千千 我们中认识 结架 今天 我得到 moments 我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